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呢 我们可能在教养的时候 当孩子愿意去做的第一步是 一定不会是我们如其我们大人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但是我们总是会不小心开玩笑的损他们一下 例如说绑头发 当他们愿意第一次自己主动绑头发的时候 一定有时候他们会绑歪 我们可能说 你怎么头发歪了一边呢 其实这么小小的开玩笑 但是对小孩的心理来说 如果累积成很多很多点的时候 他们心里其实会有点受伤的 第二件事情呢 他们本身真的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呢 为了改善时间 我们都把它做好做满 等到有一天长大了 我们真的希望他自己主动去做的时候 他变成不知道要如何做了 那我们该如何进入自己改善这个问题 首先呢在改善之前老师要给所有的大人一个观念 我们不用要求自己一定要是一个完美的大人 我们才能教出完美的孩子 我们适时要放手让孩子适时的自己去做 或许不够完美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低点小小的事情开始赞美他们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困难当成一种游戏 带着他们去面对 当遇到这件事情是我们约定好的时候 大人请用知数据来告诉他们 例如说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要一起去练琴吧 不要说 都省了时间点了 还不去练琴 为什么薛老师一直说 不要给自己压力 一定要当个完美的父母 一定要要求孩子 一定每件事都要做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因为过于的完美哦 一个孩子才是很大的焦虑 因为他会认为 只有我做到最好最好 父母才会给我支持 才会喜欢 这种孩子相对的 以后遇到挫折的时候 更容易一蹶不振 让我们跟着凯琪 一起继续努力吧 那今天宣传教育的频道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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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